米饭煮好了吗 今天这道鱼香茄子卷绝对超级下饭 咱们取一根漂亮的茄子 去头去尾 用削皮刀削成长条形的薄片 削好的茄子一定要放在水里边泡着 要不然很快会氧化 三肥七瘦的肉馅才会是好吃的口感 碗里放一些小葱 料酒 生抽 均匀地抓拌一下 把调好的肉馅涂抹在茄子片上 然后卷起来 卷好的茄子裹上玉米淀粉 侧面也一定要裹上 要不然煎的时候馅会露出来 我一直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喜欢了 您就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用小火煎炸的方法 把茄子煎到两面金黄 先用油激发一下豆瓣酱的香味 并逼出红油 再放入葱姜蒜 把香味炒出来 放入茄子卷 加碗清水 放点生抽 蚝油 白糖 咱们做的是鱼香味的 白糖可以多放一点 汤汁差不多变粘稠了 加点香醋和青红椒 再放点鸡精就可以出锅了 一口爆汁的鱼香茄子卷 在家赶紧做起来吧 记得多煮点米饭哦 关注茜姐带你玩转厨房